你听过永不停歇的纸人吗 在日本有一种风俗 把纸剪成人的形状 然后放到河里漂流 可以带走不好的运气 许多村庄至今都有这种习俗 后来有一个著名的阴阳师 可以用某种术法让纸质的小人动起来 还能使纸鹤飞上天空 后人称这种方式为弑神 那个阴阳师就是秦明 他经常驱使纸人为自己洗衣做饭 而这种驱动纸人的术法 就是早年从中国流传至日本 而你知道小纸人就算到了游戏里 也会做着同样的事情吗 在这个游戏里 小纸人不停地在院子里 打扫着落叶清理机灰 并且每天点起一盏油灯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据说那样过了很久很久 纸人孤独地在院子里从未停歇 直到那些阴阳师 重新出现在他的眼前 你是否回忆起 原来阴阳师这款游戏 已经快度过第六个年头 有多少人因为工作和生活 很久没有上线去看看你的是什么了 你的小纸人可能正在孤独地打扫着院落 那些一起游戏的好友们 现在还好吗 在上线看看他们吧